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分享系列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K线的相关技术分享 K线也叫做蜡烛图 是记录价格涨跌 表示多空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图标信号 K线图具有直观立体感强 携带信息量大的特点 能充分显示产品价格趋势的强弱 买卖双方力量平衡的变化 通过对K线的分析 我们能够发现 市场当前处于什么样的趋势当中 同时可以由此衍生推调当前市场活跃程度 是东方亚洲这边技术研究中最基础 最常用 使用最广泛的技术指标之一 那么K线的起源 最早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 是当时的大米商人 用来记录当时米价涨跌 而发明的图形 目前公认的最开始把K线走势归纳起来的人 是当时的大商人 本坚中九 因为日本的本坚中九 它当时是出生在位于上川河口的九田港 与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三行线九田市 是17世纪到米的重要产地及商业交易中心 因此K线在日本也被称为九田县 本坚中九将其一生的研究著作成书 名为三元金泉路 也被称为本坚中九坊秘路 忽然将它于实战交易中的精髓 绘制成了100多种K线组合形态 按其出生地 三行线九田市 命名为九田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 在刚开始学习K线时 应该都有被推荐过这两本书 一本叫日本蜡烛图技术 一本叫九田战法 其中的九田战法这个词 其实就出自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看 K线是如何绘制而成的 K线根据某个时间周期内的走势 分成四个价位绘制而成 这四个价格分别是开盘价 收盘价 最低价 最高价 其中开盘和收盘指的是 K线周期内 最初始以及最后的价格 而最高最低者代表了价格 在这个时间周期内 曾经到过的 极值最大值跟最小值 由这四个价格 连接绘制而成的图形 便称为K线 因为看起来就像是蜡烛一样 所以也被称为蜡烛图 K线又分为阳线和阴线 其中我们把时间周期结束后 价格最终上涨 也即是收盘价高于开盘价的线 称为阳线 意味着最终结果是上涨 把整个时间周期结束后 最终下跌 也即是收盘价 对于开盘价的线 就称为阴线 国内一般使用红色代表阳线 绿色代表阴线 但是其实并没有固定的要求和限制 比如欧美那边 它一般就跟我们相反 它们绿色代表阳线 因为它们觉得绿色代表生机勃勃 而红色反而是警戒信号 代表阴线 那么平时大家使用的时候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调整 实际上用什么颜色都可以 根据结构 K线又可以具体分为三部分 实体 上引线和下引线 这三个部分所代表的含义不同 实际上不同的K线 便是这三部分之间的不同组合所构成的 那么在这三部分中 其中实体是最重要的 实体是K线的主体 是开盘价跟收盘价的区间 它的意义非同一般 K线的实体的长度 颜色 都是用来反映相应周期市场强度的首要元素 实体部分之所以重要 原因就在于实体包含了开盘价和收盘价 是价格运动的最主要最主体的部分 就多空来说 开盘价跟收盘价之间的位置 对后市多空争夺有非常强烈的指向作用 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往往会因此而出现剧烈的波动 K线中实体部分越大 往往说明力道越大 多空双方实力相差越是特殊 阳线实体长 代表在相应的时间周期内的多空争的中 多方占据绝对主动 阴线实体长 则代表在相应的时间周期内的多空争的中 空方占据绝对主动 那么除了实体之外 影线同样是组成K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影线是除了实体之外 K线的另外一部分 也是多空曾经有过争夺和攻守的价格区域 影线同样携带了非常大量的市场信息 是我们在分析时实体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 因此在进行市场分析时 影线的长度位置都极其重要 其中上影线一般是最高价和开盘价或者收盘价之间的连线 它代表的是卖方的力量 上影线越长 往往表明上方的抛盘越多 压力越强 意味着多方力量 无法攻破上方 下影线则刚好相反 它一般是最低价和开盘价或者收盘价之间的连线 下影线对市场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下影线越长 这代表下方买盘越多支撑越强 后市反弹的概率相对越高 K线的种类 K线的分类有非常多种 根据K线的计算周期不同 我们可以将它分为日K线 周K线 月K线 年K线 分钟线 30分K线 15分K线 5分钟K线 小时度K线 4小时度K线等等 周K线一般指的是以周一的开盘价 周五的收盘价 全周的最高价 以及全周的最低价来绘制的K线图 每一根K线代表就是一周的行情 月K线 则是以第一个月 一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的开盘价 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以及整个月的最高价 和全月最低价来绘制的K线图 每一根K线就代表一个月的行情 0K线 30分钟K线 小时度K线等等 也都是同利 不同的K线 仅代表它处于不同的时间周期 它每根K线所代表时间周期 不同携带的信息量 也就不同 那么如果按开盘价 跟收盘价的不同范围 K线又可以大致分为 小阴心 小阴心 就是很多朋友说的 极阳极阴 小阳线 小阴线 就是简称了小阳小阴 中阳线 中阴线 中阳中阴 大阳线 大阴线 这个不用说了 不同形态的K线 它代表的含义 其实是不同的 那么文字的描述 可能不太容易想象 我们接下来 我们可以看下方的这幅图 几种不同线之间的差距 大概就像是这幅图展示的这样 当然实际上根据K线实体大小的不同 上下影线长度的不同 可以衍生出无数种 不同的K线图形出来 但大致的意义组合 其实是差不多了 应用的规则也是差不多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选取图中 这比较典型的八种K线图形含义 来给大家进行相应的讲解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第一种是什么 第一种它有一个红色的实体代表 这里是用红色代表阳线 红色的实体 下方有一根跟实体长度差不多的下影线 这代表了是什么 这里这根K线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没有上影线 这代表着盘中上方多头在上空的时候 并没有遭到空头的任何打压 或者说多头非常的强烈 直接把空头击溃掉 空头根本没有机会做出反击 以全日的最高价收视 所以上方没有上影线 最高价就是收盘价 这显示买方的力道很强 非常强 超级强 那么既然买方的力量更强 以全日最高价收视 意味着这个时候上方空单已经被完全击溃 也就意味着上方的整个空头力量非常的弱 换句话来说 后市继续上扬了概率就比较高 也就是后市会更偏多 那么第二根线跟第一根线相对 第二根线这边是用黑色来代表阴线 这根线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下影线 与全日最低价收盘 意味着盘中价格跌到哪里 哪里就是它的收盘价 中间没有任何的反弹 它最终是以最低价成交 意味着中间没有任何的反弹 所有的反弹都被卖方给吃掉 意味着多头完全被击溃 换句话来说 空头力量更强 并且后市有机会进一步大幅度回落 换句话来说 这个时候意味着卖方的力道会更强一点 那么在这两根线中 它最重要的就在于收盘价 跟最高最低价之间的位置 间距为零 收盘价跟最高价间距为零时 意味着全日最高价收市 空头被击溃 后市利好 全日最低价收市 意味着今天的收盘价 就是今天的最低点 所有的反弹 所有多头的反击都被击溃 空头力量强劲 后市继续下移 继续砍跌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种 第三种叫十字星 相对于上面这两种图形来说 十字星 它的特殊之处 就在于它的开盘价 跟收盘价一样 也就是说 我中间的价格 我曾经到过下面 又被推上来 所以走出一根下引线 我又向上发动了进攻 最终又被推下来 最终又回到这个位置 在这个时间周期 这根K线所代表 时间周期 如果是一天的话 就是如果是日K线 就是一天 小时都就是一小时 在这根K线的时间周期 结束以后 最终我的收盘价 又回到了开盘价的位置 假设它开盘是1000 就意味着最终 不管曾经掌握到了1002 到了最低到了960 不管是什么 它最终又回到了1000 这个位置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多公双方 在激烈交战 双方的力量 多空分歧 进一步加剧 那么单从这一块来说 开盘价和收盘价来说 你暂时看不出 它的利好跟利空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你就要看引线的长段 它曾经向上突击过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上引线非常短 意味着当它一往上反弹 立刻就被空头打压 出现了回落 反过来当空头开始往下进攻的时候 它往下打出了很长的一段 曾经力道非常强 但是这么强的力道 竟然仍然被多头给全部击溃掉 甚至再次推上来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下方的买盘 非常的强劲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 有实体的时候 我们先看实体 实体越长 意味着双方的分歧 力量 差距就越悬殊 当实体没有的时候 像这根十字星 实体没有的时候 手盘价跟开盘价一致 它的实体幅度是零 这时候怎么办 看引线长短 这一根线 这一根十字星 同样是一根十字星 这一根十字星的下引线非常长 意味着下方的买盘非常强 曾经价格跌下去很深 但是全部被推回来 这意味着下方的买盘 依然强劲 并且买的人非常多 导致的结果就是 后市继续上涨的概率 将会非常的巨大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根线 同样第四根线跟第三根线 几乎相对 同样是十字星 收盘价跟开盘价一致 所以它中间没有实体 收出了一根一字形的线 但是它的上下引线幅度并不一致 这代表多空双方仍然在发生交战 而从结果来看 我们可以看得到 中间价格曾经非常强烈的往上进攻了一长段 但是完全最后被空单再次击溃 价格重新回到了开盘的位置 这意味着盘中 这意味着盘中 多头曾经想发动过 总攻 结果被空头给击溃了 相对来说 多头的力量 趋向于用尽以后 或者说给市场解决出 这种相当于用尽的信号之后 后市认为价格进一步下行的概率就会更高 那么回到我们之前所讲的引线的解读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上引线越长 代表上方的抛盘力量越强 也就意味着后市的概率 继续下跌的概率也就越大 再看第五种 第五种其实是三四两种图形 一种特殊图形 一价到底 什么意思 收盘价就等于开盘价 中间既没有向上进攻 也没有向上试探 所有的价格 这个时间周期内 所有的价格都是同一个价格 不管是开盘价 还是收盘价 最高点还是最低点 完全一致 后市涨势不明 当然 有一个特殊市场 那就是中国的A股市场 是会受到涨跌幅所限 那么这个时候则显示 买方涨停或是卖方跌停 是压倒性的成立 但请注意 这个只在中国特殊的A股市场成立 实际上在绝大多数 没有涨跌停限制的市场 它仅仅代表 当前多空分歧强烈 并且市场极度不活跃 后市走势不明 这个时候往往应该以风望为主 如果你有磁仓的话 最好是适当的抛盘 减仓以减少风险 并且锁定利润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种 第六种其实是第三种的一个变种 我们可以看到 它依然是长下引线 但是这时候 它的整个收盘价跟开盘价并不一致 中间有一个比较小的实体羊块 这意味着什么 这根线的含义 跟这根线的含义 第三根线的含义 其实差不多 首先都是长下引线 它显示下方的支撑力道非常强劲 意味着后市有可能进一步反弹 但是跟上面不一样的是 它中间含有一定的小尸体 意味着它最终的收盘价高于开盘价 也其实它的反弹的力道 比起上面这根纯粹的长下引之之心 来的要强一点 因为它的反击力道更强 接下来我们看第七复图形 长上引线跟第六复图形刚好相反 那么跟第四复图形是基本一致 还是那句话 长上引线 上引线越长 意味着上方抛盘越强 意味着后市继续下跌的概率越大 长上引线意味着上方的主力非常的强大 不利于上升后市有机会继续下行 而它仍然收出了阴块 阴十字 长上引阴十字 这意味着它最终打回来的力道更强 不仅仅是回到了开盘价 甚至还创出了 还比开盘价更低 意味着上方的抛盘会更强烈 同样作为一个后市 继续可能下行的头部信号来说 它的有效性比起第四复图形 这个纯粹的长上引十字心 相对来说会更强烈一些 接下来我们看第八复图 第八复图 大阳线或大阴线 那么这幅图形它所代表的含义 应该大家从图形上面 就可以非常简单的看出来了 大阳线或者是大阴线 它所代表的是市场买卖双方 其中之一 占据了明显的绝对的优势 也就意味着另外一方被完全击溃 它们中间几乎没有出现过多空争夺 而是由某个方向的力量 比如说多货的时空 买涨或买低的力量 直接单边优势把另外一边完全击溃了 那么当出现大阴线的时候 意味着多头占据绝对优势 后市继续向上的概率非常巨大 当出现大阴线的时候 则刚好相反 意味着上方空头优势非常的明显 后市继续下跌的概率非常巨大 那么这个时候当出现大阴线大阴线的时候就代表市场一方 买卖双方其中之一占据明显优势通常会出现一波较大的趋势 所以在出现大阴线大阴线的时候 千万不要想着 我要反手抢个反弹 还是反手抢个回调 千万不要这样去做 意识而为 这种时候是非常的危险 K线的使用范围很广 几乎适用于所有品种 所有周期 但是它的研究方法并不难 甚至可以说非常的简单 就是通过对历史图标不断的观察 就能更多的了解K线语言所表示的含义 技术分析三大假设中 第一条 历史会重演这条 其实就是我们在研究K线过程中 最应该重视的准则 我们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 一定要不断的回到过去 以前的历史图标中 去观察曾经的历史上面 走过的K线图标 实际上 我们在上面给大家提到过的 本间中九的九点阵法之类的 那本质上面 就是一些非常经典的 非常常见的 K线图形组合的合集 当然出书的时候 它只挑选一些比较经典的 有效性 被证明被统计 结果证明最为有效 出现作为频繁的 作为例子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回头找找 日本蜡烛图技术 或者是九点阵法之类的 K线介绍书籍 看一看 那么我们也会在 随后的技术分享 系列视频中 继续给大家分享 关于K线图形组合的深入解析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看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